我第一個發言 好啦 我要直接拍身分 因為我怕 身分拍會大家罵 我是女巫 然後 我第一碗是98號 妳這個身分 這個身分不應該先拍 沒錯啦 你知道 人家才要拍 女巫拍怎麼拍啊 不是 因為女巫 女巫妳拍了 妳下一碗妳就得灑毒 對 所以這一碗 我們跟妳縮小範圍 對 妳去水裡面去讀 那我個人 因為我最近在有練習一下 銘牌這個部分 我個人先銘到的是 290 容錯率開這個1號 好 我覺得這碗應該是 可能要很快結束了 因為我是預言家 我昨天發6號是精髓 8號假跳我的身分 然後8號發了一個6號精髓 所以6號是否是真精髓 我們最後再來看 我上一網查的是7號 為什麼查它呢 那它是最後一個看牌的 然後它這樣看了一下 跳這樣 我以為那是嘆氣 所以我以為它拿到狼 所以我第一碗我查7號 7號他是好人 他是我的精髓 所以我覺得不管8號 是不是狼美人 因為我有請教過那個 陳林久溫 她說 如果我知道他是狼美人 但是第一局要先把狼美人 票掉嗎 然後她就說 如果就算他有可能 大機率是狼美人 你還是應該先把它票掉 所以就算他假跳我的身分 有很大的機率是狼美人 我覺得還是可以先把8號出出去 請大家可以請多漂亮 3 2 1 請多漂亮 太小力了 8 淘汰 請請請 淘汰 請請到外面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想一下 就是我有擋到的可能性 對 我是一個民眾的 在前面像彈鋼琴一樣 你也要做 三個字 但是我們把它一起編在嘴巴的前面 我知道啦 讓給你啦 這三個字 吹 吹 吹口氣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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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氣 好想喔 少女兒 不要說少女兒 三個字 他在那邊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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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